为了可以把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结合 修炼香公所规划了翡翠谷步道及周边环境整体改善工程 报告的晚上是前往同仁村的多功能集会所举办说明会 希望规划案当中可以和村民们面对面沟通 也融入太鲁阁足的生活特色带动部落的火落 为了能够为地方发展以及文化传承 进而刺激青年返乡 以其增加就业机会并且促进地方繁荣 修炼香公所并且规划 翡翠谷步道及周边环境整体工程 在8号晚间前往同仁村多功能集会所召开说明会 修炼香油代表会副主席来惠美 同仁村长许玄美文化及公共和课长高豪一 也前来说明会议的内容 其实这翡翠谷是非常旺的一个景点区 那像未来刚好我们规划师 从第一次到第二次因为针对第一次的一个 如果景点区规划得很完整之后 未来这个交通还有再来就是那个 垃圾的问题要怎么去解决 这就是最重要的 那这次就是把大家就是所提供的一些意见 然后交给我们的厂商这边去做一个规划 看这个第二次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部落的那个说明会 是不是村民这边 等一下看他的简报内容 有没有跟上次说你的部分是哪些是还需要在家长的 而同仁村的村民们也提出多项禁言 是不是救货车那个隧道里面 里面装沙子以后 隧道后面那个不是很宽吗 是不是救货车能到那边来救的 我要提这个 然后那个现在那个水泥 他现在不是用水泥吗 那个步道呢 那个游得很高 很高尽量能够打17公分还是16公分 降低一点不要太高 军文相公署文化及公文科科长高海表示 其中文相公署文贵上任之后 就积极向中央争取改善翡翠谷整理风貌 而这次争取了300万元进行整体蓝图的设计 公署也召开第二次的说明会 为了就是要听取地方的建议 一次一次的修正规划的内容 希望能够符合当地的人文以及自然生态 就像公署下一次还会召开第三次的说明会 希望能够晚晚整整的和村民了解地方的重大建设发展 来开创地方的观光产业 记得请你全家办导